我去看世界,拍摄环球旅行纪录片,18年我们来到了南非共和国的约翰内斯堡,约翰内斯堡就相当于是南非的上海,被誉为黄金之城,是南非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。 金山大学是南非的百年老校,也是南非最好的大学之一。 我们在这里遇见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,李锦成。 他高中时就来到了南非的开普顿市,高中毕业后,就进入了金山大学会计系继续深造。 年纪轻轻,已经在南非生活4、5年了。 说起南非的约翰内斯堡,就不得不提今年8月份,在约翰内斯堡市区发生了的一起中国留学生枪杀案。 8名中国的留学生,在约翰市中心的小巴车上被抢,一名学生不幸中枪身亡。 而这种抢劫案件在约翰内斯堡,三天两头就上新闻版面。 约翰内斯堡的治安非常不好,是世界上犯罪率第一高的城市。 尽管约翰内斯堡总护圣年黄金之城,是南非第一大城市,但是近两个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被除后,新南非成立不顾二十几年。 南非国内政策变化,采矿业衰落,经济低落,让这个城市的失业率高达40%,许多当地的黑人就走上了犯罪道路。 出乎意料的是,黎金城却告诉我们,今年位于约翰内斯堡市的金山大学,迎来了一次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小爆发,他说,这可能是前些年积累的结果。 现在金山大学,大概有五十个左右的华人在这里学习。 治安差,失业率又高,为什么约翰内斯堡的金山大学,会吸引中国留学生呢? 存在就是合理的。 其实,如果不考虑治安问题,那么留学南非,还算是一个性价比不错。 因为南非是英联邦国家,教育也是和英国一脉相成的。 如果你去南非留学,你付出的成本,可能仅仅是去英国留学的三分之一,甚至更少。 在南非一年的本科课程,大概要支付4万拉特,大约2万人民币,但房租和医疗保险等等,也是额外的负担,一年不会少于4万。 但相对于英联邦等发达国家的学费,这个价格显得平易近人。 但同样有声音说,随着政治变动,南非的教育质量在下降。 当然出国留学,第一考虑的,肯定不是钱。 约翰内兹堡是南非华人最多的城市,金山大学在世界排名也是不错的,处于世界排名的200到300区间,一样是通过托福和雅思成绩,去这个学校入学,或者先通过当地理研学校的培训。 一些大学的学历,同样受国内承认。 金山大学的会计系很不错,是南非第一,这里的大学也也和英美等发达国家一样,比较推崇宽近年初。 李锦城还告诉我们,学生们获得金山大学会计系的毕业证,就可以拿下精算师12门的科目,这是国内许多大学,包括一些211、985的会计系都不具备的福利。 南非的金融体系也走在非洲前面,约翰内斯报正确交易所,是世界实在金融市场之一。 世界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B马威,会早到的在金山大学招聘在校学生,为他们提供学费上的资助,意图让他们毕业,就进入自己的公司工作。 而南非的金融从业人员,一般最基本会有一万左右人民币的收入,这可能是应届生的薪酬。 非洲在发展,别看非洲大部分国家都很穷困,但是却有着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,像坎桑尼亚,米日利亚,卢旺达,南非等等,都是非洲经济发展的不错的国家。 中国和非洲正积极的开展合作,去非洲留学也能开脱视野。 但考虑到人山的安全,去留学是否还是一个值得的选择呢? 期待你的评论。 搜索关注,我去看世界,每日更新的纪录片团队制作的完整版视频,看到更大的世界,从而有更多的选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